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朋友 欢迎回到高达老母 高达老母这个频道 最主要是分享一些我喜欢的老母 记住按下订阅键 另外大家都可以like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某时候我手行买了模型 就会上去和大家分享 另外我也会直播打机 不过直播的时间 通常都会在每晚深夜 有兴趣的朋友就进入我的YouTube频道 就会看到 欢迎各位可以在打机的时候 留言和我聊聊天 甚至乎一起打高达也可以 好 现在我们就拆下 这一盒Heavy Gundam的 Gundam Figuration 看看拆出来会是怎样 立刻开始 其实这一只是Prototype 如果你看看这个手的粒位 其实它是圆形肌 关节来说 都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虽然说放了十几年 但是都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是这个手跟位 就怪怪的 应该是本身的柱子 本身的柱子 本身的柱子 这个就太粒 就穿过了 就变成凸起了 可能 就是这样夹着 再转它几下 对了 可以按进去 按到进去 现在就没有凸出来了 这块面 都是做了渗线 所以它的油染 都很精致 这些都有一些 舊化 流口水那些 这里的帽子是有些 不够平 但是呢 因为这种胶 它不是硬胶 软胶它有些收缩率 所以这些位置呢 啵完出来之后呢 它是有些收缩的 哇 这些是不是战船 还是有墨 那么有趣呢 一个是有十字 一个是没有十字 但是呢 这里没有开洞 可惜就是这里没有开洞 如果有开洞 就更加好 那这些是 或者是 噴上去 还是贴水贴 都看不到 但是呢 总之呢 它的油染色的部分 都相当漂亮 这个位置呢 放下手 还可以动 但是可不可以 可以 调节这个高低 好 好了 轮到这支棍仔 这支棍仔的形状呢 咦 軟胶 这支棍仔 Robot魂呢 就 没有了 而且呢 它呢 都做得相当仔细 这里都有抹 这个呢 就是重头戏 当然 就是 Heavy Gundam的 Heavy Gun 那当然啦 它没有像 Robot魂那样 可以拔掉这件 再放些 Effect 而且本身 它的枪的设计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我们转头 可以再比较一下 就是 Prototype用的 光枪仔 都非常精致 而这把呢 就是高达早期型的光线枪 再加这个榴弹发射器 嗯 有些marking 这个厉害了 这个 这个流星锤 应该说 这个链锤 是真的有链用的 这个链锤是真的有链用的 这些链是真的金属链 看来的 真的 看来的 真的是链锤 来的 払不払得来的呢 试吃看来 看看 哇 真的能払得这个链锤 还有呢 它的质地 肯定是软胶的了 大家看到 这条 软软地向上了 可能也可以弄上的 用一些風筒吹一吹 但是不急的 多過癮 這些是弯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都是弯了 背包 槍呢 因為它是Version Car的關係 槍都是特別精細的 當然啦 因為這些 塑膠原料的關係 都會比較粗糙 這裏應該是放白劍的 當然是可以 做到這個 向上向下的效果 發現推進器未開洞 失敗 背包有屎 失敗中的失敗 這個洞呢 它都沒有開到很深 但是呢 它填了黑色 我這裏呢 就彎了少少 那就不要緊的 這樣看呢 就很直咯 再看一下它的樣子 它呢 那個眼是沒有突眼珠的 很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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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滲線呢 也有做的 咦 波階來的 嚇死我 那這裏呢 我想可能是那些水厚 但是呢 那些油夠厚 那就可以蓋住它 這邊是沒有的 這邊呢 就是左右分母的 你看到 左右分母線 那這邊呢 就是鑄料位 那所以呢 是一個圓形 那跟本身呢 那個高達設定當然是不同 大家給個大一點的 你們看一下 先都可以用到 按一把 小筆 這裏 有黑線 但是呢 這裏呢 是沒有鑄料線 沒有鑄料線的 沒有鑄料後的 那當然是有些不同 這個頭呢 你會見到呢 它那個 蟬逢位呢 很短的 這隻眼 一隻眼 在裡面 這裏有的罩 但是呢 這隻呢 那麼細細的頭呢 那麼細小的頭 它就變成這樣 眼罩的位置很深 挺有型 很精細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 叫什麼 監視器 跟這個當然有點不同 當然這隻好多 頭就是這樣 我覺得 都是相當精緻 我覺得都是相當精緻 還有 FA782 這個2號機 啡色 背面就是這樣 硬膠一塊 對了忘了跟大家說一下兼甲 兼甲 這兩塊兼甲 當然有柔道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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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呢 就 硬一點 硬身一點的這隻膠 聽得到嗎 而兼甲這一塊 就是軟膠 就是軟膠 同樣呢 上面的marking 也挺漂亮的 旁邊 我猜 我猜 應該是前面 嘩 嘩 削到這樣 批了一塊 但我不會再批評它 因為顏色會有色差 我不會再批評它 顏色有色差 就很大件事 灰色搭配啡色 很漂亮 那跟Roberland相比呢 這個Version卡呢 咦 R 看看 那個細緻度呢 真是非常高 L L R R R 應該是 大致上 應該是 是這樣的 稍後再試 這些呢 就 軟身一點的 這隻膠 軟身一點 好了 來到 小腿的前甲呢 大家聽聽聽 這隻呢 就是普通膠料來的 所以都很響一下 後面有沒有分L和R呢 都有 有 Left Front Right Front 小腿的前甲 是這樣的 這個這麼大的聯邦軍的英文字母呢 令我想起一些 名牌子 將它的Logo 在T-shirt那裡放到很大很大 這樣 有沒有必要呢 你很喜歡那個牌子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都告訴人 你是聯邦軍 高達就已經是聯邦軍了 除非 你被泰坦斯偷了一部技 或者馬沙偷了你的高達 這個 腳 的護甲 大家又可以聽一聽聲 這些都是一些 硬膠 不過呢 就發現呢 其實呢 本身 這隻東西是有少少公叉的 這個地方呢 這隻角位呢 是有少少刮的 這邊呢 就沒有的 它不會跟你每隻這樣打磨的 當然馬上脫完帽 就拿去噴顏色 可以接受的 這些呢 不要動了 這些是動不了的 ROBOUN就可以了 ROBOUN這些都可以的 還有呢 這支槍這個位置 就很明顯彎了 沒有問題的 那 瞄的時候呢 就看這個方向 射呢 就射這個方向 哈哈 飛機仔 剛剛呢 還有這隻翼仔 先插上去 一定是在玩的 我相信 會不會弄花呢 有少少擔心 不過呢 都沒有辦法了 照去吧 這樣 這樣 是不是可以再壓下一點呢 其實 那 不理了 灰色 我以為這個透明的 是不是呢 好像真的透明 是喔 真的透明的 這個 應該不會開到吧 應該開不到吧 好像 有點動的 應該 應該開不到的 不要嚇我啦 這個呢 核戰機仔 咦 這個窗口位呢 都是這些半透明件來的 嘩厲害 需要不需要做到這麼精細啊 但是始終呢 就是 他的帽子 或者那個 膠料的 限制 就沒有辦法做到 很漂亮啦 那些 那些 那些縫位 沒有辦法做到很漂亮啦 除非啊 你再給多 不知道多少個小時 的人工 那些大媽呢 那些 都沒有辦法做到 那些 水口 那 但是現在這樣呢 都是相當滿意的 其實 我來說 相當滿意啦 當時買的人 我都覺得 應該都會很多人喜歡 這件件呢 我猜可能是 放 一支 炮的 但是呢 這樣 按下去 我就覺得 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 會化了 這樣按下去 應該很大機會 會化了 一拍下去 整塊 白色油 掉了 我就不搏了 我不會裝這塊 那另外呢 還有四隻手手 四隻手手 它都是用 這個 黑色的 即是 鋪圖刷寶的 黑色的 顏色 應該是拿槍用 我猜 激光劍筷子 激光劍筷子 透明的 透透的 這個 應該是 後甲 屁股位的後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位置 要穿一個洞 什麼意思呢 排氣 除了排氣之外 想不到 屁股有一個洞 排氣 做到好像人一樣 如果不是排氣 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解釋 最後兩件 就是 小腿的 後面 也有寫清楚 是左 還是右 的小腿 好了 我們現在 立刻 砌一砌這堆 說明書 就是這樣的 非常之厲害 它全部都是 拍照 拍出來的 說明書 跟現在的說明書 很大分別 相當有誠意 這樣拍一張照 你要用多少時間 你知道嗎 好大鑊的 拍這些照 超大鑊的 拍這些照 真的不是開玩笑 高達圓研機的窗 這個才是個本體 然後呢 你就可以加回 火箭發射器 或者是榴彈發射器 榴彈發射器 比較貼切 這個很過癮 一塊大的 一塊小的 這個是原本的 這個呢 就是給你放一把槍的 我先握上去 是不是有磁石 好像不行 我握錢 應該不行 是不是 這樣 哪裡可以的 找海關 這件事要找海關 商品與介紹不符 蛤 BANDAI 還不被我捉到你 痛腳 幾年前啊 這件事 很適合 很適合 不錯 相當不錯 我覺得就不行了 我覺得就不行了 掛著這裡 這件事 是不可以的 而這個呢 當然是掛不到 怎麼可能掛到呢 但是呢 所以說呢 拍照呢 是非常困難的 你看到呢 這個照片裡面 這個圖呢 它還在用 這個擺窗那塊膠 拍照的時候 不覺得 不記得更換 那就不要緊了 我們玩的時候 多少換就行了 腰甲 這個 前腰甲 合體了 這個上身呢 保持著想 想走出來 上身呢 很想走出來 是這樣的 應該是可以的 還有呢 是軟膠的 軟軟的 哎呀 嘩 厲害啊 變了四個 truster 推進器 4個推進器 如果 robot運呢 有個問題呢 就會頂住這個位的 這個呢 是一樣都會頂 刮少少啦 刮少少啦 如果這樣 看正面呢 就一定會撞到的 不過因為是軟膠的關係 當然沒問題 看過一點啦 什麼 熟豬狗牛羊 請回避 OK啦 看這邊不行 看這邊呢 看這邊呢 就頂到陷 比較一下也好 這隻眼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 凹了它的 它這個閃位呢 這個 這個位置是相當深 紅色坑 好 那 左邊 和右邊 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就做 這邊 啊 又飛出來了 哈哈 好了 左右兩邊的腳已經完成了 欠鞋底 你看看 看來呢 感覺上呢 就是扁了 對啦 伸直的手先 這裡呢 真的會頂住 頂到滾滾聲 因為呢 這個肩甲呢 和背包的位呢 其實已經是頂頂的 這樣就把整隻手 按進去 這個位置呢 我也覺得做得 哈哈哈哈 做得挺漂亮的 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呢 做得相當不錯的 原來呢 這個位置呢 有個位要捐進去 這個小的尖尖這個位呢 要放進去裡面 這樣呢 這個紅色圓形呢 就拍著這個弧位 這樣呢 就可以很fit的 塞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蓋蓋起來 對啦 哇 這樣就fit了 這樣就fit了 但是呢 這隻手呢 就要很直了 最多可以屈到這麼多 給身子呢 大家可以看看 給身子大家看看 就這樣 嘩 喂 胸甲呢 真是 看看胸甲先 嘩 相當有型 其實呢 原來呢 就是給你插在 那個 屁股位的 這個排氣口 模擬人類的 屁股的排氣口 你可以插回去 這個位 放進去 這樣 嘩 嘩 即是Heavy Guntum 立刻很Heavy 看著 嘩 好Heavy 立刻向後咬了 最後最後 就是 盾牌的位置 因為呢 FA狀態 就已經是有個手甲了 就上不了 所以呢 這個呢 其實純粹告訴你 可以拆到 那 那 拆來做什麼呢 我又有點害怕 嘩 裏面做了很多 叫什麼 洗眼 浸一浸 拿回來的 做了很多這些 這個都可以拆掉 OK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之後又做些什麼呢 嘩 原來 真是有料到的 好 這裡的玩法就是 可以怎樣呢 這樣搭起來 這樣搭起來 可以嗎 可以嗎 蝸盾 好像真的可以 只要你這樣搭起來 兩個搭起來之後 變成長那邊 因為一邊短就一邊長 把長那邊 這樣插下去 就可以變成雙盾牌了 哇 這個正 這個超正 超正 這個是防禦力UP 然後呢 再拿回 但是呢 FA狀態呢 如果你要拿個盾牌呢 我想都相當難 因為呢 這個位呢 本身呢 是應該被 這個沒有手甲的時候 這樣壓下去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那隻手呢 不知如何 再搭起來 這個拳頭就不行了 要用回 要用回 這隻手 才可以勾到 它這個 那當然就 不搞它了 好 那這一款的FA呢 不是FA 這一款的Heavy Gun 都相當好玩 我覺得 靈活性當然是沒有這個Robot Run 那麼厲害 但是呢 它的機體設定 真是一流 嘩 掉了哪裡了 掉了這個東西出來 機體設定真的相當一流 即是 Version Car的東西呢 真的沒有買錯 真是正 那呢 轉頭呢 我們就一起 比較一下 其實我很想拿這個火箭炮 就是這樣 這樣就好型 這樣拿火箭炮出來 又或者 拿槍出來 嘩 真是正 這支呢 就不夠氣勢了 哈哈 槍仔就不夠氣勢了 那呢 還有這個武器呢 應該怎麼用的呢 還有這個武器應該怎麼用呢 打在後面這樣 應該是這樣 好 好了 那我 剛剛呢 就找風筒 吹了 這隻頭的角 那現在呢 就會看到那隻角呢 就沒有之前那麼彎的了 就正常一點 稍稍吹呢 這樣 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 吹到它暖了之後呢 然後呢 我就這樣 定住它 然後呢 再用口 吹一些冷的風 給它 那它很快就會定回 做一個正常的 角度 那 好了 但現在呢 還要解決一件事 就是 這個洞呢 撕住了 進不了 那我首先 我呢 就 解回鎖鏈 拋住這個頭 那 其實就應該是一樣大的 沒有理由說 一個做得大一點 一個小一點 不過呢 都是要 不斷拆拆拆它 起碼那個 顏色的位置 就應該要 弄走它 應該會容易一點的 那我就準備了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 是一個無線的 這個 打磨機也好 轉也好 什麼都好 無線的 那我換了一個這樣的轉頭 那它本身呢 這部機呢 就有 五級的速度 看看看到這些字 有三千六千 九千 萬二萬五轉的 那開頭呢 我應該會用最慢的速度 來拋一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首先先用一個慢的來拋一拋它 不太就手 現在我坐的這個位置 好 嘗嘗一下 好 先試一下 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嘩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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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出來 都好很多 都容易很多 呢 不太好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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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